玉东国中退休老师王佳纳 在玉里成立了木工人才培育计划 要把孩子们留在家乡来就业 今年9月将前往巴黎参加时尚家具设计展 而去年制作了一组餐桌家具 也获得了2024年IF德国设计奖 加上餐展时被前行政院长陈建仁发现 让这群孩子的作品将成为 行政院接待外宾时候的重要家具 学生在工作室认真的工作 深情相当专注 现在在制作的椅子套组 未来是行政院接待外宾的家具 原来去年在花莲文创园区展览 恰巧碰上前行政院长陈建仁参观 发现家具的材料都是来自花莲本土的相思木 蛇文石与联合国大会讲台指定使用的食材相同 加上获得2024德国IF设计奖的殊荣 让陈建仁决定用实际行动帮助偏乡 直接跟工作室订了50张的首服椅和25张的茶几 成了外宾认识台湾的重要媒介 上个月的文博会的时候 也来我们花莲的那个餐餐的时候 也看到这些孩子的作品 他有亲自去试作这孩子的作品 教育总统觉得很满意很舒服 黄江纳过去曾在玉东国中服务 在学校开办木工班 到处带学生参展 希望从中累积孩子们的成就感 直到身边致力于偏乡教学的精神伙伴相继离世 让王嘉纳决定提早退休 创办木工人才培育协会 希望用实验教育翻转偏乡部落学生的命运 我去参加巴黎的职上家居设计展 然后也把这些孩子们的作品到那个地方去做展出 跟国际很多的朋友去接触 也让他们能够看得到台湾在偏乡地区 这些青年的手艺 我们就是一步一步走上来通 原本只会磨 然后到开始做 到开始做一些现代的家具 然后过程中我们可能就是一直错 一直有错误 一直有错误 然后就一直修改 一直修改 然后等到现代可能我们真的有一定的水准 可以做出一定的家具的时候 被大家看到 可能我们那些努力是有得到一点点成果 我是觉得我们未来还可以继续 会不会觉得被受到肯定 就是一定会受到肯定 汪江纳的出现让偏乡部落孩子职业 不再只有军警护理师的选择 而是能够透过家具技术走向国际替台湾争光 记者高双双张明泰预理采访暴动